同事最近消息 台南深厚大学有教授被检举 受嫌利用研究计划 需报助理名单诈领费用引发关注 台南地检署接获检举之后 今天也立刻的展开调查 持搜索票前往教授办公室等处 来进行搜索查获证物 并且带回教授跟助理等11人 进一步调查 陈大也回应如果有相关判决 会依教师奖程办法依法办理 也强调绝对不互对